他是云南白药的创始人 却因拒绝交出配方被迫害 58岁寒恨病死在监狱中 众所周知 云南白药是中国最著名的忠诚药之一 对跌打损伤 活血化鱼 解毒消肿 有着非常好的疗效 人们只要哪里磕伤了 第一时间想到的 往往就是喷一点云南白药 但鲜为人知的是 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幻章 却命运坎坷 因拒绝交出云南白药的配方 而受到迫害 最后含恨病死在监狱里 曲幻章十二岁 开始跟着姐夫学习中医商科 因其非常的有天赋 四年后就可以独自行医了 并很快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根据记载 曲幻章研究出云南白药 也是机缘巧合 当地的水塘或者田里 有一种体型比较大的蛙 所以人们抓到它后 都会将其的腿折断 防止逃走 曲幻章也是如此 抓了一只蛙后 随手将腿折断放在背楼里 并抓了一把野草塞进去 但令曲幻章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无意的举动 竟推动它研制出了云南白药 曲幻章回家后 就将背楼丢在一边去忙了 第二天才想起里面还有一只蛙 于是把野草都拿了出来 但曲幻章惊奇地发现 这只蛙的腿竟然好了 活梦乱跳 曲幻章马上联想到 是不是昨天无意中抓的那把野草起了作用 于是就赶紧再去抓了一把回来 与其他草药结合 最后在1902年研制出了 云南白药的最初版本 白宝丹 这是一种白色粉末的药物 在活血化于解毒消肿上有奇效 尤其是刀枪伤 以及跌打损伤的疗效最为突出 每个用过白宝丹的病人 无不拍手称赞 曲幻章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 随着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曲幻章也有了一些积蓄 在通海县城买下了一幢房子 打出曲幻章药房的招牌 开始在固定地点行医 除白宝丹外 曲幻章又配置出了 撑鼓伞 虎利伞 消毒伞 等二十余种药伞 云南白药的创始人 曲幻章因拒绝交出配方 遭到迫害 58岁 含恨病死在监狱中 令人唏嘘 曲幻章为了让白宝丹 走向更大的市场 综合各师傅传授的医术 不断优化配方 1916年 曲幻章将多次更改后的白宝丹 送到了云南省警察厅卫生所检验 被列为优等 获准在市场上公开销售 护国战争结束后 云南军阀唐继尧 担心手下的将领会造反 派秘书白晓松 以裁军的名义 虚弱他们的军权 但在混乱的民国 有枪就是亡 大家都把军权看得很重 所以白晓松就遭到了暗算 腿部严重负伤 为救白晓松的命 唐继尧花重金请多位外国医生来诊治 但他们的方法都差不多 截肢保命 白晓松非常的着急 截肢意味着下半辈子就完了 这时 唐继尧想到了曲幻章 询问他是否能在不截肢的前提下 治好白晓松的腿伤 曲幻章看完伤口后 当即表示 完全有把握治好 只不过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曲幻章以白宝丹为主 再服以其他一些药材 用纯中药的方式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白晓松的病情逐渐好转 此事传出后 震惊了云南的医界 就连外国医生都对白宝丹赞叹不已 治好白晓松的腿伤后 唐继尧重用了曲幻章 先后任命他为云南陆军医院外科主任院长等职 随着白宝丹的名气越来越大 曲幻章将其换成瓶庄 走出了云南 不仅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设有分销处 还走向了国际 迈到了新加坡 雅加达 仰光 曼谷等地 1935年 蒋介石到云南视察时 在省主席龙云的推荐下 接见了曲幻章 这让曲幻章非常的激动 当即赠送给了蒋介石500平的白宝丹 作为回赠 蒋介石也亲书 功效实权四字相赠 有了蒋介石这个背书 曲幻章的白宝丹更加声名远播 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幻章 因拒绝交出配方而受到迫害 58岁 含恨病死在监狱中 令人惋惜 随着白宝丹的名气越来越大 一些资本家看到了背后的巨大利益 开始觊觎曲幻章的配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一些商人买通了昆明市政府的官员 给曲幻章施压 以支援抗战的名义 让曲幻章认捐一架飞机 这明显是在为难曲幻章 虽然他的生意很好 但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于是市政府说出了真实的目的 让曲幻章交出白宝丹的配方 由政府统一组织生产 结果遭到了曲幻章的言辞拒绝 最后市政府将曲幻章逮捕 关进了监狱 后来还是家人筹钱 将其保释了出来 曲幻章出狱后 国民党中央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焦一棠给他发来了邀请 称要让其出任刚成立的 中央国医馆的馆长 此时曲幻章深感在昆明 乃至云南都难以发展 于是便接受了焦一棠的邀请 来到了重庆 到达重庆后 焦一棠设宴为曲幻章接风洗尘 席间焦一棠表示 要给曲幻章中华制药厂的股份 一起生产白宝丹 此时曲幻章才恍然大悟 焦一棠哪里是要让他来当什么 国医馆的馆长 和昆明市政府都是一路获色 真正的目的还是他手里的配方 当即表示拒绝 焦一棠见软的不行 便直接将曲幻章送进监狱 关押了起来 曲幻章非常的愤怒 最终在1938年8月 韩恨病死在监狱中 十年58岁 曲幻章去世后 一双妙兰英继续经营着药房 只不过处在战争时期 加上国民政府的腐败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经济一片萧条 药房的生意也不好 都快难以维持下去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才重新有了起色 1955年 妙兰英在和子女商量后 决定将白宝丹的配方 无偿捐献给国家 之后白宝丹由昆明制药厂接收 并负责生产 更名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南白药 时至今日 云南白药仍是国家保密配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